三任 黎炙愁 莫维 说到一 吃铺人 我们知道 台湾消息说 两亿二 六 三万uckle 6� ult 台湾台湾 aan一南部 要一南部传何一百合级 所以 司教会说 两亿六 两亿三亿 月 他出現三人生 三人家 三人家那裡不是只有說 他四歲的很厲害 二行也叫他在同一行裡面 二行三行那裡 所以這行裡面有他生的 那一生的就是他生的 我聽他媽媽說 他生的最生的就是 他就叫他阿嬤的那個火 粉 粉 拿來火鍋 火鍋拼的 火鍋拼的 火鍋有夠熟 火鍋有夠變成 有時候如果我回來看下去 什麼人怎麼火鍋就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爸爸的個性 他就在那裡 他就這樣出現必要的 他買了他爸爸 屬於他爸爸 然後換去晚年 晚年有一個行就是打酒行 聽他說這個地獄就是 萬年的第一家 他打酒行像我 當然他就有很多 晚年的志意 所以我在地獄裡面 就是在錄聲 我才會說 一個小孩出生的電影 在那個創作的過程裡面 甚至英雄人洗漢時的童年記憶 所以童年記憶有時候是 文學藝術創作的源泉 大家知道 這個人很有好心 所以離婚大姨後 他也會帶他媽媽回來 他也會帶他去廚房 他還會帶他去廚房 當然媽媽帶他去廚房 去廚房二百百 我們去廚房看 我們知道 吃老藥都會想過癢 所以這裏有過龍山寺 那是媽媽在那補田 看廚房 那現場都是為了他的 車內 為了他的為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裏 這裏就是他所謂的原人去後 他原人聽說他就站在廚房裡 都會廚房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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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裏就想說 有 知道過車路前一年 到北 廚房去廚房 在那裏就站在那裏 就想說 有一天來沿著廚房來看 所以我今天在這裏 章節裡面 我想要請他來說 這裏有望向 這裏有望向是 一九七九年一月 它是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咧 我們知道 在廚房裡 在台北的各地都會有 我們是說 靠過他的觀點 來公春英國的心情 和同意安創會 所以我們先請施教授 來跟您說這個道 謝謝 謝謝 感謝文老教 給我這個機會 也很感謝 鄉原老師 幫我寫這關切 今天我才有機會 在這裡參與國民議員 來做一個 黑幕式的對談 結緣在縣政府 故鄉 是我們心靈的歸宿 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故鄉 故鄉代表的就是一段歷宿 故鄉代表的 裡面是我們的阿公阿嬤 我們的四大人 爸爸媽媽 這麼一個人 少少離家老大館 鄉民不改 他也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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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老大館 你為什麼要有館呢 因為 遠方有人會呼喚 這個呼喚你的 應該是你的爸爸 或者是媽媽 我聽這麼一個人說 說四大人 我在那 他就比較無聲 要回去故鄉 其實 故鄉 就是我們的四大人 就是把我們生長 那個師父 那對土地 我認為 教訓教訓 因為不能忘記 那個師父 所以 我為導的 態度 像這個官僚 要我們的康大師 一樣的 就是我把雙腳 踩在我熟悉的土地上面 然後向左右上下 伸出我的手 去觸摸我手熟悉的人事物 這院東就是一個藝術家 成為這個文學家的台東 我認為藝術家 不管你是文學家還是電影 演員 導演 應該沒什麼差別 因為藝術 無論是你用哪一個效果 他永遠都是用感性的 感情的 直觀的 語言 或者是語彙 來告訴人們 這個告訴人們 這個告訴是暗示 是啟發 人們 你知道嗎 下面叫做是非對錯 美醜善惡 因為文學跟藝術 來賓最重要的就是 平衡 和諧 我們在這裡就是一個 水平線 尤其是一個垂直線 當然還有溪線 進行方向 擺在各位面前的 就是水平線 站在各位面前的 就是垂直線 鐵路 它也是個斜線 那是在畫面上 實際上 它是水平線 所以天地間 可以平衡 然後可以滋生滋壯 它的條件 那就必須要平衡 所以我覺得 藝術應該是在造就我們 得到平衡 文化是什麼 我想 吳局長跟我 我以前有人家稱我市局長 毫不風光 但是彈指揚非常重 所以我看到市局長 就想到 十年前的我 一句雄長 練成這樣一個三句話 他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文化的工作真的不好做 何以後 因為文化是非應該建議的東西 文化是什麼 就是一個作文 在其他各種的地方 他像環境混鬥 跟外界來相處 競爭 或者是克服困難 所得到的結果 把這個結果呈現出來 叫做文化 所以 吳局長 你應該會同意我 這個做法 這個說法 所以 你在做的就是 把我們先免的東西 要呈現出來 然後 讓他們代代相傳 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 過一根 所以 說到這兒 互相是最重要的 你是一個企業家 乃至於你是一個文學家 也就是一個哲學家 他過去同年的記憶 是絕對不會裡面 而且同年的記憶 跟他一輩子所從事的行業 都會產生相當相關聯的活動 跟因果 剛才那趟大師告訴我 我是來自六甲 我六甲的四季 想到消遺症 我正如我聊聊 那這個就是 我們特有的一個口語 透過這個口語 你年輕人會知道 勞長性輸的很多 大聲信賴的很多 然後 社會信蕭的很多 然後 二年 現在我們一到一 那這個好玩幽默 其實 他在說你的就是 台語 我們的語言 稍微改變一下子 意義就不一樣了 那麼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耳語 或者是同業聊 你會發現我們的語言 其實是多麼曼妙 假設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沒有這些傳說 或者是文本的話 我們一代又一代 會忘了我們到底 你會發現我們的語言 其實是多麼曼妙 祖先老在什麼所在 潘蠻在什麼所在 我跟靠老師 都是說過 那個 匯法年代 在座我想有很多 先生與史 也是個年代的 我那些年代 剛才我一天 拿一張丼妻 在那裡手牙管管 大家都不近 那時候 聽說我要穿 開腳褲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開腳褲 還叫做開腳褲 為什麼 今天的小孩子 幹嘛穿開膽褲 沒有啊 但是那個時候是有的 所以 越貧苦 你就會 必須要怎麼樣 越學習 適應 越學習到堅強 那麼我在小時候 父母先東西 我寫字傳常常說 我是1997 有一對 日語講的 比中文好太多的 年輕的夫婦 父母寫下來 那這一對 勾以楊鴻桃的夫妻 就是我的媽 爸爸媽媽 我都會用這樣子的 當作開場牌 而且第一句 我聽到的話 就是 秀秀啊 當然會有聽到 但是我聽到的 爸爸媽媽 尤其是我爸爸 常常 會跟我說 把他丫頭 我還有一些文章 可以去說一下 各位 所以我不是要罵人喔 我現在要說的 我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呢 就聽到白鴨鴨肉 然後我就以為喔 欸這一次 是你蠻好玩的 然後我從我父母親那邊喔 欸 聽到好多好多人 就是一個對話 所以我小時候 我記得好多好多人 就是一個單字 啊 我不太會 沒有隨過日比 可是從那邊 就知道單字 所以我需要給你的影響啊 然後 有一次 我到 日本 一人台灣人 一人太太 啊 他這次的太太說 喔 是啥啊 你的影響啊 對 我說 你怎麼會有啊 我很高興啊 我以為 自以為幽默喔 我跟那個四人太太說 啊 那個自以喔 我初那天喔 第一句喔 你的話就是 哇 再一次傳授 那個四分開的 當臉就寬 臭臉給我看 欸 那我是想緊解決到 真的說錯話 可是我想 不對啊 那台灣 台灣 有被失用的時候 人家也做不到 我當地人的時候 就這樣找一個 衛生長官 那我都覺得 民國三八年 我來台灣了 來台灣了 因為我下 從只有下下下 從我第一句 進到學到的 台灣人就是 叉叉叉了 旁邊的台灣人 很難忘了 這個時候 應該心事才對啊 那怎麼反而 笑了呢 人家自本 歐巴桑 聽到一句 我開玩笑了 他就馬上翻點了 我們連這個都好笑 尤其是我媽媽 在我小時候常常會說 台灣人 一個雷菜 一個雷菜 他旗要套給日本人 日本太太 還有日本太太 跟我買孫子 那日本太太 我頭說 哪裡人在叫我 讀孔 讀孔 日本的讀孔 就是哪裡 那個雷菜 就說 這裡啦 這裡啦 好 讀孔 你要讀孔是不是 那日本太太 知道那些人的推銷孔子 他說我拔了 拔了 拔了 他拔了 他拔了 那人不知 他拔了 蛤 你要一拔嗎 這家沒事 結果不是 他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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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了 拔了就是笨蛋 這個拔了 他拔了 你拔了 我拔了 你聽到這個故事 很開心的笑 哈哈 其實我長大以後 我才知道 我們聽了這個故事 是不應該笑的 為什麼 人家在欺慕你嗎 人家在 在看不起你 在試弄你 要跟他拔了 所以這些事情 我 因為我後來就會想說 我應該 我們 或者是我 應該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 讓我們 能夠走過真面 那就是透過 文學 或者是透過藝術的 寫作 創作 或者是接受 張畫有個賴盒 然後 北部有個 中肇政 南部有個 中禮盒 登登肯來 林恒泰 那些大師的文章 你都可以去看到 他們都在表現 對人類的 宗旨關懷 然後 你拔了以後 你自然就要了解 尊嚴的重要 藍外做起來 有價值的 男人或者是 人類人 那不尊的人 你是 我覺得很差 所以我覺得 我從 藏這個小鎮 我小時候會 經濟到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都只會長大 我創作的依據 或者是一觸媒 催化痴喔 我們是觸媒頭 催化痴 就催化痴 林包包 旺襄的意思喔 旺襄是我阿嬤 我阿嬤叫做 她一個人生姊姊 叫做 有問題嗎 二十歲的時候 他們通通嫁出去了 我如果做 就做 就居體了 不 我如果做 也很注意 我不會說我阿嬤的事 我會說我怎麼做 我以前 我如果做 那些小孩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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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張醫師 吃 沒有 怎麼樣喔 就是年輕人知道 我希望 走我走 他怕我小孩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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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會破滅了 所以 都想把那個 想安靜說 用得別吃一個 時間 啊 家裡還咪咪咪 還這樣 哎呦來喔 姨子 沒力的事 我有一個人問 跟我們兒子說 我 爸爸做一次給你吃好不好 我們兒子說 哎呦 餓死了 我阿嬤也有 要學藥 我阿嬤給我 我阿嬤 還要打算 我阿嬤在場 屍然吃得好 怕做到生病 我阿嬤 這次我吃 我老實在那個 既然我都 怎麼現在開始 我會搬退 事實在 那這就是我們這些年齡的人 是什麼 都曾 活在 活過 個兒心的年代 啊這個個兒心的年代 也是 品種的年代 我們在那種菜的時候 平常英文來管理嘛 在那當事項 要看那個小孩 三歲小孩要請開港出 他出了什麼名字 變成那個 裸臉的變變 變變他不要進 他不怕你奇怪 跟我們怎麼有一條白線 越拉越長 他最後定神一看 哎呦 炳塘 我看就看等人回頭 然後我想到這些東西 我當然我想一直到臺灣 等一步走來千辛萬苦以外 國安研究之後 雞雞鋪研紙 走著說 臺灣真的 我們走過很貧愧 很合 難道可能要跟銀行道士的時代 那這次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還有很多能力的空間 所以這兩個年輕人 就是要望遠 Ice Up to Escar 華老衛 他要望遠 去開創他未來的空間 那這場我媽媽有這麼關心 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創作靈魂 我媽媽說 我那次了 他媽 無事了 我那次已經換來換你了 我那次了 先來結妹會 所以從香港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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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結妹會之後 三天後 六週 結入回目港 來回五十公里 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那話說 阿智雄 給他頂級別犧牲 操勞過渡 叫住室 他一輩子 每次提到這些事情 他都會腦淚中的難 然後我很感動 那感動的結果 這個記憶就很深刻 我覺得鐵路就是把你帶到什麼地方 也可能帶到成功 也可能帶到死亡 但是結束了兩端 由我們過著旁邊 永遠就是我們故鄉的所在地 也是永遠是我們的心靈故鄉 那麼這一張畫的靈感是來自 阿嬤的故事和啟發 跟我同年的生活遭遇的所見所聞 但是真正啟動的犧牲 以民國六十幾年 台灣經濟起飛 後來我們應該要 年輕人應該要知道 台灣之所以有今天那麼富裕 並不是有人從大陸帶黃金過了 聽說那些黃金都不存999了 裡面有很多桶 不能當投幣的紙費金 現在放在鮮店 經收了四百多幾三噸 那個沒有用 台灣的經濟起飛 是靠我們台灣在 我起訴我們這個聯誼 或者是今年七十五歲到八十五歲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都照著律王一個發表 還是這樣 聯手師組 花青匪做地獄的結果 才會照著我們今天的經濟起飛 經濟起飛 所以我這一張 乃是在紀錄 或者是有感而好 乃是在歌頌 也六零年代 五零年代 有好多 阿姨阿姨 開始放棄救學的機會 出外發表 不佔了兩國爸爸媽媽 而且也造兩國的企業家 同時也造成 我們台灣的一些 經濟好轉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習士的民間會更好 倒不是誰誰誰的口號 而是我們的 阿姨 修悲修敵 出外去打聽 那麼 這張畫 我在這個地方 把創作的重點再說一下 我這張畫講的特別久 我往下我就會比較簡短 這是他的背影 背影才會引人瑕疵 朱志欽寫爸爸也寫背影 他為什麼不寫正影 因為為什麼 因為正影是說你打 face to face 你不講話就不行了 但是那個face to face的時候 你就有那種情感的限定 氣氛的限定 你如果看背影的時候 你無限遐想 所以我這個兩個人 如果是正面的話 你就會說 那個男的好像是老師的弟弟 或那個女的好像是老師的誰 這樣子那個主要的main idea 或者是主要力量就會鬆散掉 所以我不採取正面 我採取背後 因為背後 你隆心在後面 你可以指指點點 那那兩個人知道 那個代表要做什麼 或者是說 那兩個是不是要用那個代表 回去過修 所以我剛才說 消失點的那個ending的地方 like point 它或是截止 它是另一個截止 起什麼的開端 我你沿著鐵路走看看 你走到那裡 眼前你所看到的 又是另外一個止點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好像暗示在人生 它的要重要的地方 不是在ending 而是在過程中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過程中 你會有所信的 你會得到酸甜 苦樂 皆常見 這就是人生的講述 這就是人生的講述 你ending 就是沒有人 黃土一口沒有人 所以我們不要ending 所以畫畫跟藝術家 他那是不停在創作 他的創作有沒有ending 我的創作有沒有ending 在座有很多事業家 或是畫家 藝術家 你們都一樣沒有ending 這不停的要翻成灰心 然後自剿不行 這才是真實的 所以我最常在說的是 我的靈感來源 來自阿嬤的故事 來自五六零年代 台灣的路 以前台灣的路後 以及那個時候 我們的少男少女的打電 我們每一個人 都必須要去開發 然後也可以解釋 這個ending 是未來要憧憬的地方 也可以解釋 他已經想念交集 他要回到故鄉 去形式他的老爸 anyway 我覺得 我們不管走到海邊 或是鐵路的旁邊 那而永遠也是 是我們的行銷的旨點 但是永遠是我們衝擊 衝擊的旨點 謝謝 天地 十點十分是夠家裡 家裡十五是點元智 點就是安逸的 這是家裡十五的兩次 但是另外這個 在幫教在走的是 花車要聽你弄到 十點十分到幫教 幫教 十五歲又有 冠軍 回到北部來給他們照 我是怎麼說 這兩個人 民間文學的東西 就是說 同樣在拚鐵 跟你的人 所穿的歌 跟幫教 所穿的歌 是怎麼不一樣的 這就是文化的旗艺性 他們什麼習慣 他們的觀念 他們的環境 照著他們 趕快贏了 沒有趕快的這些 所以一張圖 一張畫 你要如何去解讀 我想 他的創作原題 你可以玩 你也可以用你的心情 去做欣賞 這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所看到的 我來看